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拉斯 那喜歡的朋友記得按一下我的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有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我們現在繼續玩優勝幻見路的黑龍解魚的自線劇情啊 然後打敗了黑龍解魚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收化成做起 那我們走大地圖之後就可以翱翔天際了 然後這邊好像有冥宮吧 看一下地圖 地圖要怎麼走 好像一個符咒吧 我記得中間有一個符咒 哎到底了嗎 看一下 我記得中間有符咒吧 哎 哇 這 上上風景竟然如此靈袖飄渺 就網路仙境一般 兩 嗯好幾條岔路 嗯 這裡果然這個洞天福地 難得修法練道之所 也難怪相關子前輩 會繼續想把它搶回來 不過一地 這風景看似越是清幽靈靜 我們訪大越加小心 啊 為什麼 這裡看起來是如此的祥和 此地原是如此沒錯 但若這裡 正如相關子前輩所說 被對頭下的武漢移龍之陣 那就可難說了 武漢移龍之陣 乃是上層的一頓法決 藉由布在陣內的諸多陣地法服 移動四方武漢之地 地脈交纏與陣內 被我們遇到的方圍 自陣更厲害 自陣不但能以斷定 奴役禍亂侵入者 還能在陣內 引赴喜好靈氣的四方妖魔精怪 精怪 進入者在闖陣之時 便不免以他們遭遇而顯像還生 此刻籠罩此地的霧氣看似祥和 但其中並不知藏有多少敵人 藤露毫無戒心地進去闖陣 只怕是兇多吉少 有這麼厲害 還有風景也提醒在先 不然我真的會上個大檔 不過 就算這陣再難纏 我還是給你闖 多小心些就是了 是啊 你明白就好 是否找出布在 烏龍幻界裡的陣地法服 這是功課持陣的不惡法門 咱們走吧 這肚體石座的底下 要的一張符紙 看來是否在勞 勞動地上用的 或許這個是武漢英雄的一部分 就是把他抽走屍毀吧 我可以四桌一張嗎 好我們解關明陣了 go 走上空間要命的鬼陣 這裡就是最頂觸了 這麼說來 坐在那邊的就是 小蜜閣下就是欣賞此地的妖龍了 你們是何方神山 既難能空過我的武漢一龍之轉 這陣雖然麻煩的一點 卻還不足以擋住我們 妖龍 這個地方原非你所有 勸你還是快快離開此地 以免多年的辛苦修練 再次毀明彈 誒 是香環子怕你們來的嗎 這可奇的 連他都破不了我的畢州練家 你們卻能承認到什麼事 可笑啊可笑 妖龍 看你還是沒有從事退手的意思 這樣如此 可不怪我們都也不客氣了 哈哈哈 不知死活的小子 我就陪你挽娘說吧 你們想對我動手 就讓你們看看我們本來的力量 化 咦 聖老師 該不會是跑了吧 等 等等不對 會不會他 那 那是 哇 這 這是龍 我來到中國 不 西這麼多年 第一次看到這個網頁 肉 肉 肉食原型啊 嘿 果然是條妖龍沒錯 啊 你這個姿態 我才能發揮全部的力量 想把我趕出這裡的話 就讓我看看你們有多少本事吧 這黑龍絕對一語之敵 大家千萬要小心 他來了 哇靠 現在是要認真打嗎 我記得不用 應該是要 應該還是要打贏他 你不能輸嗎 我記得是這個不能輸 等一下怕什麼 不敢啊 先不換光甲 好啦 蛤 3 一級我就死了 還好還好 神獅王冠 待會再補血 在打贏嗎 應該不用打贏吧 還是要 要 其實我不確定 好 弱弱 放個毒好了 他很冰喔 好 這樣 好弱喔 495 有中嗎有中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小邪惡 等一下我嚴重懷疑這場出打不贏 OK第一章打不贏 撐過回合數就好了 這 這什麼玩意兒 跟我打不進去 哈哈哈哈 雖然我在 你的修為 預算不差 在我的畢咒練假之前 也只能稍稍養罷了 是嗎 那邊介紹這招試試 這是什麼 你 你 你我喜歡 小子 你 你在哪裡 弄了這種東西啊 你們 你們 竟敢 不過是單前輩的節奏 黑龍的屁法練假 一破 咱們在上 好極了 這回你要打他跪地球了 出出剛才 白打一通的鳥氣 安拉耶 OK 正式了 好 看我又不殺爆你 那我剛剛 好 好 那麼多魔是在衝他小 怕冰對不對 誒 他魔變一千 我 血變一萬 簡單 應該不會太難 好帥喔 你只會天火之術是不是四達 可以普通攻擊一下嗎 噴個火之類的 大家等下噴火嗎 那噴一下好不好 那噴一下火 不要說我們欺負他 我們那噴火一下 那噴火 你覺得普通攻擊就打贏了 哇塞 冰尼的攻擊力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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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都找了 拜託 咬我一下嗎 咬我一下也好啊 那我看看 你的攻擊 還有什麼 要不要留下來 我把武門抽光 我也覺得 會一輪 噴火啦 他一眼再蓄氣一樣 好像很像嗎? 準備放法術的樣子 喔齁齁齁齁 洗兩隻都乾了啊 喔咬起來就是這種感覺 是不是 就這樣 好 這無聊 再洗一次 可憐啊 然後勒 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幹嘛 該不會就不動了吧 就...就這樣 你不動 欸 它不動了欸 如果抽光膜就不動了 欸 等等 這什麼 魔神面法 欸 還好沒事 欸 那血變50了 不 膜變50了 欸 就是說敵人 敵人其實沒魔 還是可以放法術的喔 它怎樣 防禦喔 再等一下 看它會不會放法術 不會了 好啦 解決它 電法黑靈 對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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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認輸了 此刻才認輸投降 已經太遲了 所以說上天有好生辭的 我可不想讓你這種禍害繼續留在世上 等 等等 前 前門高台對手 貴手 撈我一命 我願意終止聽我們的號令實話 別讓我的爸爸你的修行就這樣過於一旦 其實如此 那就說出你的真名 我就相信你的誠意 真 真名 對 大凡你們這種練成龍身的精怪 必定有一個修行 修到的刑法又很證明 把這證明告訴我 我就撈你的命 每一進來演這個都知道 我今天真是冷災的 好吧 我的真名是解餘 明解餘者 成約奉氣 奉無之命 速入死慾 不 是重量之慾 不 不要啊 唉 就這樣到手了 放心放心 我們最多請你單張做起 不會幫你考來吃的 這樣一來 就可以向前面交叉了 笑我兄弟 你的妖龍就這樣被收進獄中 他不會再跑出來作惡嘛 我兄 你真名成約利器 乃是修到新家的無上大儀 只要他不甘願 自毀書版臨的冤 冤枉修為 毀器突赴 他就乖乖待在獄裡 好吧 也就是說 從此以後 我們這個成人他四處來往 再也不能在沙漠裡 辛苦跋涉啊 是啊 不過現在怎麼還是先回去 向前面交代要緊 咱們走吧 嗯 嗯 咦 這條燈上小豆 原來是直接空到山頂的 那種初衷複雜的飄霧迷到 也隨時絕對而消失無蹤了 嗯 油壓上去都容易了 前輩我們收回那隻妖龍了 嗯 嗯 魔幻雲頂上的陰燭的一切 已經消失 哪些妖龍的確已經不在龍鞠島上 小小子幹得好 老子就知道你做得到 哈哈 都給小子你的幫忙 我龍鞠島臨近 終於又回到我手裡了 還好我們要讓前輩死亡 那麼 我們可以走人嗎 啊 這個當然 這是我們進出此地的 風伐墨烈 以後你們就是老子的嘉賓 只要你們高興 隨時都可以來這裡做課 這裡則是一些不成意識的蟹靈 妖龍進展之地之後 把老子正常都糟蹋了 只剩這些可以當蟹靈 暫時故意不確 隨便天珠 自由盡獄 黑心鬼 不敢當 我們幫前面之士 不到如此神意的做起 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你把那隻妖龍收到陣容之力了 嗯 這倒是難得的機緣 以後用我教你的招龍和服龍法言 並可自在的召喚被你奉在獄中的妖龍 不過你們要記住一點 這只能在郊野之類的空曠之處進行 城鎮之類的狹窄之所 會擾亂法言之力 在落地收龍時更需順選地點 多謝前輩之典 不謝不謝 你們都是瞞你們的吧 有事要找老子的時候再來 反正有隆隆 要來去此地可就容易得很 嗯 老子就想摸一點去 要找老子的話 就到那裡找吧 你看看相關子前輩真是樂翻的 哎好 我們上去找他 走吧 這還要到是找老子嗎 前輩我們剛想起一件事 您之前曾經說過 並在解了妖龍之後 傳送我們三個法師做的報酬 不是 你還是否記得此事呢 啊 當然記得啊 你們這批人 除了你之外 還有嘎咕娘和小蛙兒 各三呢 有學法術的智子 老師打算 一人傳授一個法術 事有先後 就有點開始好了 小小子 看在你智子身高的份上 我就是讓你自己學什麼法術 你想學什麼 老子就這樣意思嗎 不過 以一個為情做事 前輩修的先級 所知自然淵博稱號 既然前輩讓晚輩自己挑選 那麼晚輩要學的 乃是天上地下威力最強的法術 前輩前輩一定知曉吧 好小子 你是在考我嗎 這法術老實當然是會 只怕其為人摧天風 還撼動三界 就怕他強到你不敢學 學了也不敢用 那其不得你沒學 此處既有如此神威 讓晚輩更加想學 備而不用 一無不可 好 反正我已答應在先 交往你便是 聽好了 我要教你的法術 乃是飛天 絕天霸大 霸大禁打之一的 名叫羅淵盾面 哇 前輩 這羅淵盾面 當真有如此威力 若非如此 看來配得上天上地下 最像咒術之名啊 只是此處一出 而引動八荒原盾 使天朝內效 窮雨衝繃 中之三界 毀破 眾生揭滅 其威力確實最強沒錯 但除了一等一的風值之外 沒人會撒到去用這個敵我巨魅的咒術 小子 你應該不會想不開吧 呵呵 當然不會 附帶一提的是 禁法本質上 雖非斜屁之所 卻都是逆天毀律 隨您過了 煞念立法 除非有百年以上的道行 否則上用禁法 可會要你的小命 你明白嗎 我妹明白 這羅淵盾面強是很強 這真的只能備而不用 我早就告訴你了 不過這羅淵盾面已經交完了 可不許你返回啊 我妹自然自不敢 那就好 沒其他事的話 那老子吧 自己就失去 我記得招容之後 是不會遇到敵人的 對不對 印象中 沙洲在哪裡 這裡嗎 好方便喔 等沙洲 那沙洲幹嘛呢 待會你們就知道了 就像飛龍 飛上天 是這樣唱嗎 不會講台語 就像飛龍 飛上天 然後這邊高好軒的直線劇情 咦 這這不是高狂軒姑娘嗎 高姑娘 你也來這裡啦 啊 啊 是下午公子 太好了 我正好再找你 怎麼了 那兩個惡人為了逼你的嗎 不 拜公子之刺 張女爺爺收我 收我入神雀宮 她以前姐妹 單數性千萬兩周 向失敗掌門 宣明我 改投神雀宮之事 周周兩人便欲 將我除此後快 現在也多 多所忌憚 那這是好奇的 葛公子小喜 貴小喜 當她絕怪讓自己被 自己人被別人欺負了 看前面你們說的沒錯 校公子就喜歡和公子當成鬥子 啊 說著說著差點忘了我來 忘了我為何來遲 校公子 有人托我帶書 帶封書信給你 有這回事 但是長相如何 那人穿著連斗篷的長袍 這隻刻意 掩長面貌 不過看得出應該是個女子 女子 奇怪 那會是誰 我們和她在鋼州裡偶然相遇 所以奇怪 我和公子大人都不認識她 她卻認得出公子大人 她向公子大人問起你的事 肯定是公子你之後 便當場長找到修術一番 便託我們把這東西交給你 所以就大擾你跑來這裡找我們 不好意思 真是辛苦你了 不 但我問公子大人要怎麼找你們的時候 她推斷了一下 然後忽然面試微笑 告訴我可以帶沙洲遇到你們 剛才她也認為這東西對我們有用 所以才讓我跑這一趟 微笑 這小鬼我該不會有想到什麼壞主意吧 公子多餘了 我這回不是找到你們了嗎 東西自己已送到 小孩子也該回甘州了 笑公子 再回笑一見 高姑娘請慢走 到底是哪個姑娘寫的信 下個大哥你趕快趕快看看 雪人雞小妹子 你的猴子走嗎 倒像是怕被情人搶走似的 哼 五大哥你敢笑我 我用天匪樓 天法雷著我轟你喔 美戲有戲 衝我怕你便是 小兄弟 你還是趕快看信吧 不然這小妮子 只放好把氣都放在我頭上 隨便沒讓 我就看看 謝裡寫些什麼 下午公子軍艦 熱線石塔衝衝一別 已然願意 不知公子是否平安 前些日子 面時來信 說沙桌太守 朝賢順有歸夫之意 於是父王與我為府出行 希望與財太守密堂後 能確服他貴村大下 並不邪任地拿下沙桌 雖然錯巧 我們在鋼州休息之時 正好遇見當日在樹州 救我出塔的錦衣少女 我懷著萬一之念 向他打聽 沒想到他果然與公子熟識 聽聞公子可能會向沙桌而喜 希望我能趁 趁此機會一句 於是當場草出此信 請他代替我送達 路上若無意外 我們將於七天之後 抵達沙桌 等到公子收到此信 請務必達沙桌成交 先浮動一句 父王還想趁這機會見你一面 影音荒草 影音鳳 講錯了對不起 哎呀 這張文在蘇多石塔 一面之間的西夏公主 一定 當心對你念念不忘的樣子 看來 你有麻煩的 風姐姐 叫你那父王都見我一面 我想他應該是有鑰匙 找我幫忙才對 不管怎麼樣 我想張文還是去一會為夷 對啦 下午分地 別忘了張文在還被西夏軍通緝中 用人趁此機會 請下主李永浩 看到我們救過公主的份上 開恩色女 咱們在這一代就不會自愛 難行 啊 古董哥說得對 差點忘了這回事 有鋼匙有 此 也差不多七天的路程 說不定公主他們已經到了 既然如此 咱們去千步都看看吧 恩 來吧 咦 這火鍋裡好像有人生 各位就是 哼 原來是你收買我派的啥桌的密探 什麼早前順有一龜牆女 卻算有來此現是嗎 嘿嘿 大王聰明一致 糊塗意思 我本也沒想到你會上當 不過 既然你真的來送死 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了 荷蘭鐵安 寡人大禮波 沒想到你是這種萬恩富裕 包藏獲信之多 早知如此 當初迎奉 接見你心懷叛逆之死 或者該撤你的兵犬 將你解回心智製作才死 大王啊 別白話說得這麼好聽 你只是忌憚三千 鐵衛軍上天命於我 所以才沒有立刻動手吧 嗯嗯嗯 我可不是沒說到那道 好 回京吉利 如果傻傻的回了心晴 此刻在大牢裡待斬就是我了 哼 如今怎麼樣都無所謂 回蘭鐵安 適到這個地步了 你卻待如何 這可簡單 大王和公主殿下 在沙圖被超限順滅 謀殺害 五四次率領鐵衛軍 打下了沙圖為大王復仇 然後在班師 返回心晴 共一大下國使 好奸仔 原來找到運王好了 大王 我本想趕實際成熟一點 再動手的 當初派人 假玩長道襲擊公主 只是想賣公主殿下一個人情 順便討領功勞 沒想到意外被那小侯一小子接了底 逼我 不得不凡 你們父女眼淚的喪命於齒 如今恩斯蘭 那小子還是那個禍漢 你們要怪就怪他吧 賀蘭鐵安 這明明是你自己心思不重 竟然怪我頭上來 難怪你會錄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 這聲音是 下午公子 沒事 大王 公主殿下 看來我還是來得早了 本來是不想打擾我們砍公式的 不過 天下有人私底下說我的不是 我就忍不住出來回個兩句 還請殿下 地下殿下莫怪 下小小子 你怎麼會這麼做小 大王 草莓和這個黑暗鐵安前在未清 請把他交給我處置吧 好 寡人就把他的信念交給你了 賀蘭鐵安 自當日 視察一戰以來 別讓我養啊 咱們之間的一切恩怨 今日 就在這裡做了斷吧 呵呵呵 好 說得好 小侯儀 你果然是我命裡的一顆魔形 也好 就趁千斬一定把你給解除了 省人來日夜長夢多 手下敗將 我倒想看看 這回是誰出了誰 賀蘭鐵安 你的惡行競爭將我們撞劍 朱鎮是天涯王裡這個惡徒 就趁此千斬難逢之機 這麼一起向你討還 下午大二爹娘的血仇 賀蘭老兄 我身邊最後放下 魔幻之人 加上你見下下午兄弟父母寫在 就算你沒有 你我沒有身仇大恨 我手上的槍 卻惱你不得 是哈赫蘭同理 張倫的這段緣緣分 只怕就到此為止 以後一個人在冥土皇權 可別忘了我們 哼 今天我可是有備而來的 憑著我身上穿著加拉船 寶甲和身槍 我就不信我還拜給你們 死吧 給我上 拿到龍王幾個龍靈金甲 來金奏 可以喝東西給 嘿嘿 盡快有這種事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一生一世的前秋大貌 竟然就這樣 活在這批人的手裡 賀蘭鐵漢 你都行不義 僅此再次惡貫滿意 這就是你的報應 放屁 我不擔任 我死都 呃 爹 鳥 我手上親手替你們報仇了 下午公子 草莓夏侯宜 趁見大王地下 公子殿下 你就是夏侯宜吧 當初還有點懷疑迎風的話 如今 親眼得見 寡人再無懷疑 你果然是個非凡出眾的少年英豪 不止如此 你要挺身 互惠寡人和公主 親手隔壁叛黨 賀蘭鐵漢 寡人十分閃盛 你 丟平力強要大功 寡人可以當你一個要求 在寡人之力 鎖集之內 你要欣慰光絕 風衣華府 寡人都可以答應 謝大王文長 我父母為賀蘭鐵漢這癥結所害 竟然得報此仇 已是心滿意足 再無所求 除此之外 我做一個小小的請求 這次請大王測赫蘭鐵漢 下了一句氣力 讓我們從此能讓大俠經驗 來去自如 此乃櫻桃小事不止一提 怎麼效益 你不要寡人的怨嗓嗎 既然如此 看在你勇氣策略上 寡人就扮你為將 從此為我大俠果效力吧 嗯 如果你有益的話 不妨就大地赫蘭鐵漢 接任鐵衛軍統領之職 你以為如何 是啊 夏五公子 鐵衛軍統領 可是我大俠 各將求之不得要職呢 不然難得 如此慷慨恩賞 你就答應吧 多謝大王的好意 說夏五夷無福無財敗獸 這鐵衛軍統領一直 聽大王練習高明 夏五公子 怎麼啦夏五夷 你是姓我大俠果 小地俠 不適合投笑嗎 大王明見 夏五夷絕無此意 只是我尚有許多事情未聊 為地下消滅之事 須得留待 來日再說 好 這句話 我李源浩記住了 等你諸事 已了之時 做到心情來見我吧 大俠隨時 歡迎像你這樣的忍忍 至於近日牽辭不守的恩賞 就一併留在那時候再說吧 大王一名 夏五夷感激不盡 雲鳳 咱們這就回去吧 在咱們回去心情之前 還是得一趟蘇州收拾殘局才行 父王 魚兒 你有些話 想單獨對夏五公子說 咳 那我現在外頭等著 你們可別說太久 多謝父王 夏五公子 你真的不願接任我 大俠的官職 等一下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你剛才對地下說的 並無二字 我明白 能夠有志 你還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那麼 至少先把這個收下吧 這個手勢是 夏五公子 我想留一樣東西給你留念 可是隨身帶著的 只有這塊玉石 也就只有將就點了 這是小時候大神們 送的聖任禮物 據說是藏至天上的 珍寒淋浴 會在夜裡發出 明月般柔和的光 這樣的爭議之物 對你來說應該有用吧 殿下的一番好意 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得到揮月魂石 別的 我就不多說了 只希望 在你解決諸事之後 我能早樂在星星看到你 只怕我要辜負公主的這放心意了 片刻之後 在大王四重的協助之下 佛庫裡面的史詩 已經出於妥當了 而有大王親受了這番目的 不但以後 協夏軍不會再和我們為難 也可以瞬間禁述說成 這件事 也就告辭一段落了 OK